出外旅游时,入住一间以音乐为主题的旅馆,充满着音乐元素的装潢,有办法利用乐声伴随入眠,可以说是双重享受。 这位在台中雾峰的全台第一座音乐主题旅馆,过去是国立交响乐团的老宿舍,业者只花了1400万装修,就把客房设计成为大体型造型的梳妆台、衣柜,各个楼层还出现了不同乐风的交易厅, 让访客可以免费的聆听,两万多首经典交响乐还有歌剧呢。 好,我这个指挥不敬业,我该指挥有趣要来跟你们聊天。 好,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抓到指挥,看什么没拍,被骂。 来。 指挥不专心还被乐手抓包,胜利其境的模拟乐团指挥, 让每一个游客都跃跃欲试。 好,他会给你一个分数。 来,我们看一下几分。 好厉害哦! 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这种玩的游戏,就觉得还蛮新鲜啊。 就是如果有这种的话,就比较想要来这种地方住啊。 以互动音乐为卖点的台湾第一座音乐主题旅馆, 就位在台中市雾峰区。 特别的是,旅馆还提供导览,带领房客, 认识各种乐器。 好,请问你们知道说, 圣诞铃声是由这样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吗? 造型酷似葡萄的雪铃正敲打着清脆旋律。 来到芝加旅馆不只能用眼睛参观, 这里还欢迎大家动手玩。 虽然未在台中雾峰郊区, 开幕才短短三个月的音乐主题旅馆, 住房率已有五成, 而装点彩色音符的亮丽外观, 更成了当地的地标, 让人很难相信三个月前, 它只是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大楼。 音乐旅馆的前身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宿舍, 文件会以OT案委外经营。 接手的旅馆集团遵守法规, 不能变更硬体建筑, 只花1400万元重新装潢内部, 就让15年老宿舍闲于翻身。 同一间客房过去宿舍房租一天是1000元, 现在旅馆房价一天是5000元, 评效一下子涨了四倍。 究竟秘诀在哪里? 旅馆集团说一定要紧扣音乐这个主题, 钱要花在刀口上, 像进房时一定会看到的房号标志, 就是第一个重点。 仔细看的话, 你大概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钢琴键, 然后黑键白键, 它整个logo也是用钢琴的概念去做设计的。 走进房间, 还有惊喜等着您。 近看它是个柜子, 可是远看, 其实它是一支很大的大提琴。 一体成型的大提琴系统柜, 包括电视柜、书桌和衣柜, 就连衣柜把手都是音符造型。 一打开保险柜, 浴衣点心、 衣刷等配备一应俱全, 规格比照新级饭店。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客房内居然有三支遥控器。 至少三支遥控器, 一个是MOD的遥控器, 那是数位频道, 然后另外一个是电视的遥控器, 一般Cable的频道。 那再来一次就是我们比较强调可以提供给客人更多服务的音响设施的遥控器。 会增加同业没有的视听音响设备, 是因为旅馆拥有国力交响乐团的庞大音乐资源当后盾。 两万张DVD和CD, 房客可以免费租借, 或在客房轻松享受。 旧连宿舍的公共交易厅原本是堆放单车等杂物的阴暗空间, 旅馆集团也能来个大变身。 四个楼层以不同色彩当主题, 再增设按摩椅, 47寸一金一幕, 还有视听音响设备成功打造出中国古典乐曲厅。 交响乐曲厅, Disco舞厅, 还有现代流行乐听。 光听音乐还不过瘾吗? 旅馆还将宿舍地下室的闲置空间规划成KTV包厢, 满足爱唱歌的房客。 成功改造老宿舍的旅馆集团, 23年前从桃园发迹, 现在旗下已经有15家旅馆, 背后推手就是董事长徐兆雄。 出身皮包外销的他很有生意头脑, 当初跨足旅馆业就决定以长租和收购, 代替新盖来节省成本。 因为我们在收购一个饭店的时候, 肌肤是你挤建坪, 你挤地坪, 你地坪是基坪, 地坪是附近行情多少, 那么肌肤就从这方面谈成交, 那事实上旅馆设备都不成谈期, 那旅馆设备如果我们新盖一个店的话, 那个部分起码赚了七八千万, 那我们就省到那个钱了。 经营旅馆和投资房地产双管齐下, 爱看三国演义的徐兆雄, 未来要像曹操大军一样横扫台湾, 预计2013年达成全台25家旅馆的目标, 写下老旅馆翻身术的一页传奇。